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用莲藕加上鸭梨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勺子 用勺子头把莲藕皮去掉 莲藕胃干多汁,清热去火 增进食欲,促进消化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买莲藕时要买两头有霸的 这样里面非常干净 清洗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莲藕清洗干净,再接成厚片 随后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收在清水中 这样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离洗干净之后再切成小块 里面的籽不要去掉 冬天要多给家人吃一些鸭梨 清热润肺去火 切好之后收入盘中备用 碗中加一小把枸杞 再放几粒大枣 倒入清水清洗一下 经常失眠的朋友 可以适量的使用一些 大枣洗好之后 再用刀子划上几下 这样更容易释放出里面的 营养成分 准备几粒干桂圆 把外壳去掉 桂圆可以补充人体的热量 补鲜一匹,养血安神 剥好之后和大枣收在一起 准备一口砂锅 把大枣、枸杞、桂圆全部倒在里面 里面再加两勺红糖 把切好的梨块也加进来 最后莲藕也加进来 再加入没过莲藕的清水 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再转小火 炖煮40分钟 看一下这个时候 莲藕已经煮成了米黄色 味道特别清香 直接出锅就可以了 好了一道非常美味的莲藕养生汤 就这样做好了 莲藕现在变得非常绵软 味道甘甜 服气又补血 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使用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做给家人尝试一下 喜欢想要的视频帮忙点击下方关注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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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